同学啊我们现在解这个题目 首先我们先算出 任意咬出一颗汤圆热量的期望值 这一锅里面总共有十颗汤圆 其中三颗芝麻 三颗花生 四颗红豆 所以咬到芝麻汤圆的几率是三十分之三 花生汤圆的几率也是三十分之三 红豆汤圆的几率是四十分之四 所以我们就将每一种汤圆的热量 来乘理它的几率 算出来就是它的期望值 也就是这一个四值 这样子算出来会等于68.5 而题目要求的是两颗汤圆热量的期望值 那我们只要将一颗汤圆的期望值乘以2 就可以得到 68.5乘以2会等于137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我们要选4